你觉得哪场戏会赚美观众们的眼泪呢 这个我没有办法说 到时候看看大家立场那场戏 特别能够赚足眼泪告诉我 我会看自信 剧里面颜月是一个爱吃醋的人吗 颜月是一个爱吃醋的人 那他吃醋不会那么明显表现出来 就会隐隐的 我不开心了 宝宝不开心 但是我不说 你们也不知道 会这种感觉 更多的是一个人笑话 自己一个人憋着 让你给他的吃醋水平打个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 分100的话101 你最希望观众们看到你在花容里面的表现 有怎样的反馈 就是大家能够觉得看得挺开心的 然后呢 觉得我有进步 我就觉得很满足 花容的编剧其实非常擅长写磨叽 但你看来 剧里面的糖和刀片分别占多少啊 我觉得呀 经过我的拍摄的感受的话 我是觉得刀片会多一些 但是呢 刀片里面藏着糖 就是又痛又甜 对剧中最满意和最想吐槽的一个造型分别是什么 我最满意的一个造型 就是我在最后的凤凰跟天地大战的时候 那套衣服 黑色的长袍 然后镶着金丝 巨帅 但是我只穿着衣丝 挺可惜的 就吐槽的点 就是说 我不太喜欢我古装有刘海 就我时时刻刻 先把那刘海给吃掉 好不 不能说吃掉 给拔掉吧 就是感觉会封印住我的这个整个角色的状态 我不太喜欢那个刘海 就是希望以后我的古装戏里面不要有刘海 花容月亮破百万的时候心情如何呀 就是当时就没想到 就就啊 这么很惊讶 就是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关注花容 挺挺震惊的 当时 如果花容播成了爆款 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就直接跳那个恋爱告急 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我打七分 就是刚刚好 要继续努力 扣分点是给自己加油努力嘛 然后呢 会更好